大家好,这里是刘二姐美食,豌豆不要总炒着吃了 今天我们利用豌豆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出锅大人小孩都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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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嗯,真的非常的好吃 甜香味美,外焦离软 里面加入了鸡蛋,胡萝卜,火腿肠 营养也是超级的丰富哟 豌豆这样做比包子油条简单 比馅饼还有营养 真的是太美味了 上桌老人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真的非常的好吃哦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